花莲市盛天宫24号起 连续三天举办了 消灾祈福求财法会 庙方表示 这一次的法会 希望能够消除肺炎的疫情 化解灾恶 为大众祈福求财 让家庭幸福祥和 而庙方也将这一次 信众捐赠的百米和生活物资 赠送给花莲市 吉安乡以及新城乡 三乡镇市公所 并且由公所转给需要的 弱势家庭 花莲盛天宫帝君庙 24号开始举行三天的 庚子年消灾祈福求财法会 一大早 盛天宫主委赖云任 率领的管理委员会委员 在法师送经声中 为大众祈福化解灾恶 而这一次法会当中 信众捐赠的百米还有生活物资 也都分别赠送给花莲市 吉安乡 新城乡三个乡镇市公所 由公所转送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 这次的米全部刚好是一万公斤 分做四等份 一部分是市公所 还有新城乡公所 还有吉安乡公所 还有副分期立委的服务处 物资是三百份 三百份我们是给花莲市公所 吉安乡公所 还有新城乡公所 三等份 请他们帮我们带回处理 送给一些贫困的家庭 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好日子 盛天公也就是花莲乡亲所称的地君庙 香火鼎盛 信徒众多 每年都会举办消灾祈福求财法会 庙方期盼能够为大众祈福 化解灾恶 让家庭幸福 也希望有更多善心人士 投入社会公益的行列 谢谢刘明圣 花莲市报道